我叫杜拉 我小时候四岁开始就来瑞丽了 来这边读书 我们全家都在瑞丽生活 开早点铺 我们家店免问叫学内瑟 我们家店经营了九年快十年了 刚开始开这个店是为了生计 所以就开了早点铺 我们家每天都营业 顾客比较集中在周末 我平常主要负责算钱收钱 客人有需求就叫我 我在瑞丽有些朋友 他们如果早上要来吃早点的话 会从手机微信跟我讲 然后待会要来吃早点 叫我预留点早点 我们家每天早上五点半 就开始起来准备一天的工作 我爹第一个起床 他起来开门 然后开始搬桌子这些 我妈负责弄米线耳丝面条 我弟弟负责弄鸡蛋粑粑和烤饼 专门请了个奶茶师傅来做奶茶 我弟做的烤饼跟鸡蛋粑粑 他要从前一天往上就开始准备食材 他需要先把面粉弄成面团 然后等发酵 做鸡蛋粑粑跟烤饼 鸡蛋粑粑得甩 烤饼得摊开 手还是比较酸的 每天来的人吃的最多的就是油面跟烤饼 还有鸡蛋粑粑 这些原材料一部分是从棉店进来的 每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准备 第二天要用的面团 早上要卖的面条这些 现在来我们店吃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也想把我们店的味道分享给更多人 开这个早点铺的话 这几年做下来还是比较辛苦的 但好在一个收入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全家都在早点铺工作 从最刚开始14年开店 我们家只有三间铺面 到现在2023年已经有七间铺年了 Say Lonely Say Lonely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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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